欢迎大家出席2021年 中国外交部的第一场例行记者会 刚刚过去的2020年 无论对于中国和世界都是极不平凡的一年 感谢各位中外记者朋友们 同我们一起坚守 共同见证 经历 并书写中国外交迎难而上 负重前行的一年 那么2021年呢 对于中国也是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一年 我们将隆重地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大家可能都知道 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时候 在当时国民党政府对沿岸进行封锁 对中国共产党进行百般妖魔化的形式下 包括著名的美国记者斯诺 斯特朗和史莫特莱等一批外国记者 怀着谁 什么是中国共产党的好奇心 排除万难 去了沿岸 通过同中国共产党人的亲密的接触 写下了很多客观的报道 包括著名的红星 照耀中国 他们是世界第一次了解了中国共产党 了解了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和带领 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奋斗和追求 他们自己也成为了世界了解中国共产党 了解中国的眼睛 那么他们的报道和著作呢 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和检验 他们也成为了中国人民的好朋友 真朋友 而被中国人民永远地铭记 那么今年 中国呢正在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 即将开启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真诚 我们真诚地希望外国记者朋友呢 能够通过你们手中的笔和镜头 来真实地记录和客观地报道 中国共产党治国礼政的故事 中国人民奉斗圆梦的故事 中国坚持和平发展的故事 希望你们呢成为当今中国和世界 增进相互理解与合作的重要的桥梁和纽带 我们外交部新闻室呢 也愿意一如既往地 为外国记者朋友们在华的工作采访和报道 生活提供一切的必要便利 以及帮助和支持 我们下期见